这个美国 美国事实上是故意把乌克兰 以色列 台湾都放在一起了 他就想说共和党可能会 对以色列有点戒心啊 不敢全部封杀 结果根本不管你 实际上里面乌克兰大概是600亿左右 那这个已经是一个危机了啦 因为上个礼拜 美国今年 承诺给乌克兰的预算 就已经支用到百分之97了 所以真的没有钱了啦 而且美国那个 这个情治单位的军官啊 他们也在对外放话 说乌克兰的弹药大概只能用到明年一月 所以就打完了 可是这里有一个很实质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个也是拜登不愿意面对的 就是你再给乌克兰钱跟武器 那人呢 因为乌克兰现在连增兵也发生了严重的问题 因为已经有人发现 他在前线的士兵 平均年龄是30到40岁 那前线的士兵大家都知道嘛 他要强行军啊 要豪钩战啊 所以需要最好的体能 所以设定的年龄是18到24岁 所以你就知道他的精锐部队已经打完了 我说打完了就是没有办法打了 要嘛死亡要嘛受伤 甚至英国金融时报估计 乌克兰人死亡加上受伤的士兵应该将近20万人 那他整体的兵力大概就是40万左右啊 那怎么弄啊 所以你再给他武器 再给他经济是预算 他也没有办法打啊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是更麻烦的 就是人家发现大概今年6月以来的 乌克兰的反攻啊 基本上大概只这个占领了俄罗斯 占据的领土啊 大概只有0.6% 所以这也表示他的大规模反攻是无效的 所以你把这几个因素放在一起嘛 那你接下来是冬天 你怎么弄啊 冬天 所以我觉得这个共和党认为这个仗打不下去 是一个判断 而不是给钱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那拜登现在就是找不到solution 就乱推了 开始说都是共和党你造成的 那明年1月大家在讨论说 谁丢了乌克兰 他就可以说是共和党干的 美国借助乌克兰的战争 我们其实在节目中讲了好几年 因为2014年的那一场政变 美国的大使馆当天 因为这个太高兴了 所以马上开香槟 开香槟了以后就对外就说了 他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投下40亿美元 十年的时间40亿 总算成功的推翻了一个 亲俄的政权 所以扶持了建立了一个 亲美的一个政权 这就是火生生的 这个美国的手伸入乌克兰 而且本来国际社会就一致谴责 发动政变 而在这个时候 美国跟欧洲的国家 在第一时间就承认了那个政变 这个就是跟他们过去的道德标准 是完全相反的 这代表什么 美国手确实深入 到现在才被证实 我很早多少年都一直在讲这个概念 但是我觉得今天越来越多的人 证实了我们当时的推论 这代表什么 其实你各位想想看 服贸协议 在台湾怎么会有一个服贸的这些大运动 然后为什么会尬然而止 就是因为当这些学生去冲战行政院的时候 这个已经是脱轨了 那冲战行政院在大陆的眼中就是台湾发生内乱 那反非内国家法第九条可以启动了 美国在这个时候你看 马上就出手了 王金平就出来 就是可以摆平这个事情了 之前我们一直在强调 王金平应该要在立法院把这些学生赶走 怎么可以这样占领立法院 结果你看一旦攻占了行政院的时候 这个活动突然间完全消失 怎么可能 这个叫做什么 高层有组织的计划 然后内外配合 所以我不晓得王金平知不知道 他是被利用 还是说他怎么 我不晓得王金平未来他的回忆录中 看能不能写这段历史 他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出手 而不是在第一时间出手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然后跟美国也没有关系 然后民进党 我觉得这个未来 看看有没有解漏的一些情报 例如说美国的国务院 三十年以后再解开 他们当初封存的这些档案 可以看到福茂协议 当初有没有外力的介入 这个东西都是可以讲的 另外欧洲跟中国大陆的问题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次的会谈中 进展有限 没有恶化 但是也没有进展 这代表什么 只要冯德莱恩还在位的时候 那中国要跟欧盟之间的关系 要往前走一步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初梅克尔花了好大的力量 才跟中国大陆签了一个 中欧的这个保障 相互投资协议 结果梅克尔自己也不晓得 他为什么会提拔 这个冯德莱恩来接这个职位会主席 你看这个案子在欧洲议会就被卡住了 冯德莱恩从来不推这个案子 而这个案子是梅克尔卸任前的代表作 结果欧洲跟中国大陆的本来相互投资 可以往前走一台阶 就全部都被停到现在这么多年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人在重要的位置上 他一旦去做一些事的时候 他破坏性有余 建设性就不足 我想这一次就是说冯德莱恩去开中欧 去北京开中欧峰会的时候 他之前他就说 他的贸易失衡的问题很严重 那那个时候他的数据拿出来是说 就增加了两倍到两倍多到4000亿 就是说中国大陆从欧盟的贸易里面 赚的顺差是4000亿欧元 那相当大的一个数字 这很奇怪就是这个20 这可是去年的时候呢 这个数字呢几乎是这个4000亿的 几乎二分之一 就是说这一年两年之间就差了这个 差了这个这么高一个增长 本来外界就有质疑 中国大陆拿出来的数据算法的话 因为望文斌一开始他就讲了 他对这个贸易的这个失衡 他说其实是贸易是有中国大陆是有顺差 可是这个顺差的很大一部分利润 是欧洲商人拿走的 也就是说这些回销给欧洲的这些很多产品 是在中国大陆生产的欧洲商人 所以你只看账面可能实际上 跟它的内容跟它的性质 会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双边的看法 就有很大的差距 那当然这个也不是一时三刻可以解决的 不过欧盟现在事实上很难跟外界 做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做一个很明确的立场的调整 为什么呢 因为欧盟基本上现在俄乌战争开打以后 他失去他的自主心 他在很多政策上被美国强压着 要跟美国一起走 像德国的北溪一号被 北溪二号被炸掉 德国到现在都不敢有任何的怨言 可见美国的这个威力有多大 这个共和党这个初选的候选人 拉法斯瓦米 你就看出他的程度 这个就是美国参选总统 反正他就是来出名的 他的政经也不是只有这个荒唐 他还主张把投票年龄提高到25岁 就说年轻人不要投票了 然后禁止所有的美国公司 跟中国做生意 派军队维持美墨边境 然后还支持各州 直接实施禁止堕胎令 这个反正就是不可思议 他就宣称他支持川普 所以主张 泽伦斯基立刻做出重大让步 结束俄乌战争 这个根本是能够进入决赛的机会 是负数不是零 完全没有机会的 就是来出名的 来嘴炮的 因为是候选人 所以就会变成新闻 可是他的政策是没有人会讨论的 就是这样 我们台湾讨论很热烈 很多绿的媒体都引用 跟我们台湾的那些 支持王逸川 拯救逸川大兵 差不多了 跟内选人差不多了 学院这个做点民防是没有关系的 实际上我对他也没什么意见 只是说你不分区排在第一 那凸显你民进党 第二 第二 就男子组第一 我们都讲男子组第一 就是你把它排在第一 就这个代表了民进党的精神变成这样吗 你排在第十 我当然没意见 排第一 排第一就是民进党黑熊化 你把认知作战跟巷战民防 当作是民进党的首要任务 那事实上他也坦诚 说他有去 那个收集一些乌克兰的实际的状况 然后还交给国安单位 国安单位也接受了他的资料 那你这个当然会让人家觉得 你就是在搞台湾乌克兰化 这人家一定会这样联想的 所以我从 我说从这里 不是说这个沈柏阳怎样 而是说赖清德 就赖清德的领导智慧有问题 你要拉各种人进来当不分区 当然可以 可是排名第一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就代表你这个党的主要的精神 你连这样的一种敏感你都没有 这有点不可思议 亮哥我好奇 像绿营的支持者 真的对这个名单很满意吗 因为我们就是在野看 会觉得说很夸张 把沈柏阳派给亲面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国民党现在政党支持度 会比民进党高 就是民进党作为一个整体 这个我们就必须讲大实话 就是赖消的竞选人量超过民进党 民进党的不分区 大概引起抱怨 所以有些人就不要投给你 我们老实的友谊兄 就是他的竞选能量不足国民党 这个就是现实 所以才说 比如说侯友宜今天就 努力在提出 对人家买房屋的补贴 对年轻人买房屋 他就要在这种加强 要让自己拉高 那赖清德是 他尤其加上小美琴之后 他的竞选能量就是超过民进党 可是我看赖清德没有办法阻止民进党往下沉沦 而且你还提沈柏阳来代表民进党 那就是让你继续沉沦 其实沈柏阳他说他不是搞民兵 那他到底在搞什么呢 他事实上他你去看他的网站 他事实上是在做战争的准备 他一切都是做战争的准备 他说我教你怎么爆炸 怎么去救人 对不对 这也是民兵的工作之一 所以他做了很多 你们可以上他网站 他就是要做政府的战争的支援部队 那就是民兵呢 我觉得为什么不是搞民兵呢 对那你把你的整个 你把你网站那些话 拿出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你到底想做什么 对那你又叫部队 那黑熊学院 对不对 那你这个里面的就是一直强调的都是战争的时候 人民要做什么 人民要做什么 那那所以被他被跟民兵联合在一起 是大家合理的一个逻辑推断 跟他自己想法可能也相去不远 然后呢 这个要把与中国接触者掉路灯这件事情 事实上最近民进党政府已经在已经起诉了 收押近见 已经几个这个就是说去大陆 去参加大陆的相关的活动 大概吃了几顿饭 或什么 他就说他是基本上是为大陆宣传的 已经起诉了 那个什么好像是外配的一个组织 就是台湾的一个外配的一个组织 就是上个礼拜 直接收押近见 这不就掉路灯吗 对啊 而且在这个很多地方 如果有兵凶战危的威胁的时候 比如说像这个乌克兰 他的亚述 就是跟这个黑熊部队 也是蛮像 你知道亚述营的起始点是哪 也是一群人民 认为他的国家受到威胁 然后他们最早是什么 他们最早是足球流氓 就是说乌克兰的足球流氓 后来他们变成什么 社会的正义之身 他们直接帮政府去执行一些什么 他们认为道德不正确的事情 比如说这些舞厅 他们那时候亚述营就去砸人家舞厅 这个时候败坏社会风俗 对不对 这个就是说你如果说在组织民间的力量的时候 你没有很告诉大家 你到底的目的是什么时候 那很容易会失控的 而且这个部分 他这种沈柏阳这种的背景 跟民进党有什么关系 当然是密切啊 要不然为什么会把他提到这个不分区立委呢 对 显然要把他的力量还要带到政治的舞台 政治里面去用政治的权力 来加强黑熊学院 所以我觉得这个沈柏阳讲 他说不搞民兵就是有问题 就是大家怀疑他在搞民兵 那他没有要把与中国建筑的掉路灯 他也知道大家对他的疑虑 所以他现在出来解释 可是呢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你干嘛 耐清德在这么敏感时刻 你要把这样的人搞去当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的权力是很大的 他是有政治权利的 你一个政党替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这种 这种动机跟目的都不明的这样子一个民间组织 而且是跟战争相关的 你到底所要 到底要做什么 男生第一名 你到底要干嘛 这是增加大家的恐惧啊 我们最不能接受的是 美国的共和党的一些政客 他们对我们台湾的内部的事务 指指点点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心态 态度是更要不得 他们好像就认为台湾是他们的附属 附属品一样 他们可以予取予求 他甚至还认为美国的宪法的修正案第二条 可以基于台湾本身 我觉得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而且这个人他是要选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其实他赢的可能性并不高 但是再怎么样 我觉得这反映出美国共和党他们的这种心态 认为你看有多少个政客 包括前国安顾问都说要发给台湾每个人一把枪 我觉得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什么样的一种想法 每个人一把枪 黑社会的也是每个人一把枪吗 那如果台湾的黑社会 或是贩毒者吸毒者 这些每个人都是一把枪 那他毒品吸上来的时候 拿那个枪到处乱扫 那台湾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黑社会的每个人都拥有这种冲锋枪 AK-47 那我们的警察怎么去执行勤务 那我们的整个社会会呈现出什么一个情况 然后如果他们这些军火商 到时候给蔡英文施加压力 压力如果足够大的时候 然后蔡英文同意了 然后或是以后的赖金德同意了 或是这些所谓的民防组织 他们也主张他们应该要有勇枪的这样的一个设施 每一个人都要建立起民防的部队 那每个人都发枪的话 那台湾的整个治安怎么办 以后我们每天要死多少人 以后每天有多少警察要被这些人杀死 以后有多少人走在暗巷里面 蹦一枪就没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国已经够乱的 美国现在想在台湾制造另外一个 比美国更乱的一个世界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岂有此理 更何况我们的警力 有像美国的警力那么自动性吗 美国就是因为乱的一套无土 所以美国花很多的钱 给予美国的警方去建立这个警力 而美国的警方因为很害怕被打死 所以他们过度用枪 这是变成美国的常态 那台湾以后的警察过度用枪 那我们怎么办 然后如果他不过度用枪 那警察怎么办 那吸毒者犯罪者或是邻居吵架 动不动就拿枪出来 叮叮两枪 那我们这个社会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我看到美国的政客一直对台湾指指点点 坦白说是很生气 最后一个讲一个语音 语音执政机根本就是一个烂东西 我们已经讲的不知道多少遍了 设计奇特的东西不代表他先进 因为我们本身在战场中 我们最要的是先安全保障 没有问题 就是他很难故障 可是一个军用器这么容易故障 你想想看如果在战争的时候 他的补给他的维修 一定没有办法像平常那么的好 那么的完整的话 那这个飞机要掉多少下 我是觉得平海战斗界已经够烂的 还要想办法卖给台湾 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现在日本人搞这个语音执政机 我也很佩服日本人 好像只要是美国人要他做了 他都吞下来 实在是跟蔡英文很像 用检调单位做机器 而且还敢公然的发公文 然后对于这个跟自己意见不一样的 或是跟自己在选举上有竞争的对手 进行监听或是监看 或者是去收集他的资料 针对性的 我觉得这个事真的是不可取 尤其是检调单位在这个部分里面 不要沦为当东厂的打手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分级要守得住 那如果检调单位的相关的人 有拿到公文或是得到指示 我真的是强烈建议 你们把他录音录下来 把他copy下来 我觉得尽量的跟媒体记者来反应 我们让民进党的这只黑手 在普罗大众之下 那么都经过检证 看看他们的这绿营的这个黑手 如何利用你 因为你拿的是人民的薪水 你不是民进党养的 你是我们中华民国国民养的 麻烦你对得起整个国家 而不是对得起民进党 我觉得在这点上 还是要有羞耻心 还好您小的时候都读过 世代福祉无耻 世卫国耻 之后的孩子可能读不到了 但是您一定有读到 所以在这点上 还麻烦您坚守自己的 价值观的立场 另外台东县的县政府 能够帮台东的农民 符合检疫的标准 顺利的把这些市家卖出去 我们双手双脚赞成 我们更主张的就是你农委会 应该去台东县政府取经 了解台东县政府如何达标 你也建立一套全国性的系统 来帮我们所有的农民都达标 你为什么自己不达标 自己不做好 却去指控台东县政府 而且最后还要给人家栽赃抹黑 说他是买办 谁是买办 这个最恶指的人 也就是自己做不到 在指控别人才是买办 这种人才是最坏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应该的行为 也就是说自己做不好 没有办法把台湾的农民的东西 卖都出去 还不准人家卖 我觉得这种人实在是太坏了 另外我觉得韩国瑜没有说错 他讲了一个普遍的一个道理 这是王定宇你要想清楚 你在反对的时候也没有想清楚 任何一个军事基地 尤其是导弹的基地射越多的时候 两边发生冲突攻击的时候 军事基地第一时间被攻击的基地最高 我想这个是任何军事常识都知道 这还不用说专业知识了 所有的常识大家都知道 哪个地方的军事基地最多 哪个地方的导弹最多 哪个地方的雷达最多 哪个地方就一定在最短的时间 在第一次那么他被攻击的可能性最大 因为一定要把对方的这个军事基地都摧毁 这个有利于 削弱你有利于对方 这本来就是一个军事上的常识 好 我们的问题是在于 国防部在设这些基地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跟民众好好的充分沟通说明 说你们会承担的风险 我们国防部给你的补贴 或是给你的建议是什么 你是不是应该做到这一点 不要搞军事独裁 不要搞专制独裁 更重要是你不要不顾老百姓的安危 你搞独裁 不在乎老百姓的想法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最要追究的是 你在不在乎在地人的想法 你试图 你试图 你试图